是 纠合的孩子是你的 我的 他和黄少皇 是清白的 清白 清白 没想到 你跟这个孩子 居然是同一种血型 这是一个奇迹 除非 你是这个孩子的父亲 或是父系近亲 不然 要是能跟这个孩子的 稀有血型配上对面 对的啊 那可比百万分之一的希望 还要渺茫啊 奇迹 这是奇迹啊 清白 清白的吗 少年 你会去找秋和吗 我 谁说我要去找他 我 我不去找他 我不去找他 你要是去找秋和 我心里会很难过的 婉月 我 你心底再善良 可你毕竟不是女人 你不可能了解我 我的女人的心 我 在女人的心里 我在女人的心里 是 对 我 我 是 对 我 有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你如果觉得秋和住在那种地方受苦 你为什么不去帮他 你找我干什么 我想帮他 可我首先要清楚 你跟他是不是清白的 你就只想着你自己 你的心里从来就没有想过秋和 不 我心里一直有秋和 可是你跟他 你算了吧你 你口口声声说要搞清楚真相 可是我跟你说过多少次了 我跟秋和是清白的 你相信吗 难道我再跟你说一次 你就相信了吗 黄少宁 你可以不相信我 但是你不应该不相信秋和 黄少宁 你根本就不配做秋和的丈夫 我忘了 你现在已经不是秋和的丈夫了 你还是滚回去过你的黄少爷吧 你不是要知道真相吗 我现在就告诉你真相 你听好了 秋和是我的女人 红豆是我和秋和争的孩子 你胡说 秋和是我的女人 我的 她不会背叛我的 这天地秋和打你 这天地红豆打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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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跟你说过 如果你再干 不管秋和的死活 你辅负责任的事 我饶不了你 我说到做到 我说到武的 他很有名特曉 来 给我 秋风 没出事吧 咋了 是不是孩子 你要急死我呀 说嘛 咋了 出事没有 没事 我和孩子都没事 是 真没事 真的 吓死我了 正好房子这么一块儿中啊 没事就好 没事就好 上火 谢谢你 谢谢妈 没事就好 不肖子 不要 那我做事 是 你不肖子 怎么办 那你舅舅 你认为我 医生 他是瑞胜祥的皇少爷 是等死 combining同志, importance 你不肯定? blueberry era 你不是 altar 不是你 你不是紅白 我不是,但是ést 你不是紅白 oquebl Fit 请问我 水都咬干了 双华 對不起 我怎么能睡着呢 让你一个人看到天亮 没事 秋和 只要能让我照顾你们俩 就是让我干 比这再难一百倍 一千倍的事 我也愿意 少华 你这样对我承受不起的 秋和 那你就把我当成 隔壁的王老五 不就行了吗 我把这些椅子 桌子都拿出去洗洗 好吃 这燕儿啊 真是个孝顺孩子 要是我的青孙女 该有多好啊 燕儿 虽然不是您的亲孙女 可是燕儿 一直把您当成 自己的亲奶奶 燕儿 愿意一辈子在您身边 照顾您 姑娘家呀 早晚都要嫁人的 奶奶怎么能把你 拴在身边一辈子啊 我乐意嘛 我就是要陪着奶奶 说什么傻话呀 女大不中流 流来流去啊 流成仇 告诉奶奶 你喜欢什么样的男人呢 哎呀 奶奶 这让人家怎么说嘛 还害羞了 男大当婚 女大当将 告诉奶奶 奶奶一定给你找一个满意的 老夫人 我觉得陈掌柜不错 陈文海 陈掌柜年轻有为 德才都是上上之选 小姐要是跟了她 说不上是荣华富贵 可总能衣食无忧啊 现在她虽然是锐生祥的掌柜 可她毕竟是外人 她要是跟小姐成了亲 那她就成了皇家自己人了 那还不得把她拴得牢牢的 再说了 陈掌柜一表堂堂 也不委屈了亚小姐 陈文海呀 的确不错 我才不要嫁给她呢 刚才问您 要什么样的男人你不说 现在又看不上人家了 我就喜欢大哥 我就喜欢 像大哥那样的男人 夫人 什么事啊 李子彦来了 她说要见您 李子彦 夫人 怎么又是你来了 福生他怎么没来啊 福生他在哪儿 快说呀 这 别吞吞吐吐的 快说 夫人 我今天不是为福生的事来的 我是为少宁来的 少宁 少宁他怎么了 快说呀 我大哥他怎么了 少宁他受伤了 正在医院里呢 什么 我大哥他受伤了 他好短短的 怎么会受伤呢 你怎么会知道的 是不是你 夫人 您快别问了 还是去医院吧 奶奶 别管他了 我们赶快去医院 看看大哥吧 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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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燕儿 哥你怎么了 哥 少宁 少宁啊 你怎么变成这样了 少爷 老夫人 少爷醒了 大哥 你醒了 少爷 少爷 你醒了 少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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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疼吗 还有 哪儿不舒服啊 要不要 把大夫给喊了呀 哥 是谁把你伤成这样 到底是谁呀 你说话呀 说呀 雅儿啊 你哥刚醒 你就别急着让他说话了 哦 你给我站住 你说 我哥是怎么受的伤 我不清楚 你应该去问 你应该去问皇少爷 是你把我哥送到医院来的 你会不知道他怎么受的伤 你骗谁呀 还让我去问我哥 我哥那么善良 就算是你把他打伤的 他也不会说呀 你 我怎么样 我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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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说的不对吗 你说 我哥到底是怎么受的伤 我真的不知道他是怎么伤的 你让我怎么告诉你呢 我今天早上出门的时候 就看见皇少爷 躺在我们家门口的外面 你们家门口 这么说 我哥是在你们家门口受的伤 我明白了 一定是你儿子黄少华把他打伤的 少华 没错 就是他 不 不会的 要真是少华打了他 他也不会丢下他不管的 他不是这样的人 你说不是就不是 他是你儿子 你当然护着他了 我告诉你 如果我哥因为这次的事 身上出了什么毛病 我绝饶不了他 难道 真是少华打了他 少华 谢谢你啊 秋和 你要是再说谢字 我生气了 好了 这屋里啊 都收拾得差不多了 就是这房顶 恐怕得好好修修才行 这屋顶要修可不容易呢 是不大容易 秋和 要不 我给你再找个地方住吧 不了 之前我去看过很多房子 租金都太贵了 租金你不用发愁 我给你想办法 不 少华 秋和 从前为了给你爹娘治病 你把能卖的都卖了 把房子也卖了 现在你离开了皇家 连个容身的地方都没有 过去 你为了你爹娘活着 后来又为了黄少宁活着 现在 你又为了红豆活着 这么多年 你一直在为别人付出 那难道 现在我为你付出点什么 不行啊 少华 你要一定要想帮我的话 去帮我修这屋顶吧 好 等我回家准备好了 我就过来 把这屋顶好好地修修 娘 我回来了 你昨天晚上去哪儿了 跪下 说 王少宁是不是你给打伤的 快说 王少宁是不是你给打伤的 是 是 还是我打的 你 娘跟你说了多少回了 不让你跟皇家有任何的瓜葛 不许和少宁有矛盾 你不但不听 你还把他打伤了 你要是下水再喝一点 把他打死了 你让我怎么办 我怎么能得起皇家 你让我怎么能得起皇家 怎么能得起你天 你 你让我怎么办 娘 娘 娘 你别生气了 娘 是我错了 是我不该打他 可昨天晚上试察现动的时候 他为了秋和来找我 还不让我和秋和来往 你和秋和来往 快说呀 你是不是瞒着我和秋和来往 没 没有 没有 那少宁为什么来找你 那谁知道他发什么神经病 再说了 就算是我真的和秋和来往 那他也不敢拦着 秋和现在不是皇家的人了 就算秋和不是少宁的妻子 不是皇家的人了 可他生的孩子是呀 是皇家的人 是少宁的骨肉 咱们说红豆是皇家的骨肉 那皇家的人认红豆吗 黄少宁认红豆吗 那不讲理的黄老太太她认吗 不许骂黄老夫人 好好好 我不骂他 可我没说错他们家的人 皇家的人 根本就不认红豆 秋和现在不是皇家的人了 他们娘俩 和皇家现在一点关系都没有了 秋和自打进了皇家的门 就没过过一天安生的日子 可秋和呢 对黄少宁还是一片痴心 可结果咋样呢 结果换来一张收书 那黄少宁 抛弃弃子不仁不义 他干的就不是一个男人 该干的事 他简直就是混蛋 混蛋偷顶 你别说了 你别这样说少宁 你误会他了 少宁对秋和 也是一片真心的 秋和 就是少宁救出来 要不是少宁 你身上的冤屈 还不知道什么时候 能够喜庆呢 少宁 他也是有苦衷的 他也是不得已 让秋和离开皇家 也许 秋和暂时地离开皇家 对秋和 也是一件好事情 他要是真想为秋和好 他就应该离开皇家 出来照顾秋和 他还是舍不得皇家 舍不得能跟少爷身份 要是换了我 为了秋和 我啥都能不要 你 是不是看上秋和了 快说 你是不是喜欢上秋和了 对 领阳 我喜欢秋和 我喜欢他 要是秋和愿意 我就娶他 你 你再说一遍 只要秋和愿意 我就娶他 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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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爷娘 别再和秋和有来往 为啥呀娘 你别问 这是娘求你 你要把秋和 怎么帮都行 你要把秋和 你把我们住的房子给他住 你把我们住的房子给他住 那是 我两个 绝对不能在一起 娘 如果 你还认我这个娘 就清阳 刘掌柜 来交货了 摆着吧 我 刘老板 不是叫你摆的这儿吗 刘老板 对不起 我的这些绣品 前两天下雨 全部都淋湿了 什么 全叫雨淋湿了 走 你 不 我 你 又 我 你 你 我 我 你 你 我 你 我 我 你 我 你 你 我 你 我 你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刘掌柜 刚才 刚才这是怎么了 大掌柜的 我觉得他一个人带着孩子不方便 处境挺可怜的 就让他在家里干活 我没想着 他把秀萍千丈余给领着了 您要是觉得还不行的话 我把他给辞了 多好的修品 别为难他 工钱都给他 我们的陈掌柜思春啊 这是谁家姑娘绣的呀 让我们的陈掌柜眼睛都看直了 绣得还不错 陈掌柜有眼光 多好的修品 边上还绣着字 居然还是一首唐诗 诗配画 这足以让人惊叹了吧 这到底是哪家的姑娘 让我们的陈掌柜青年有佳呀 白秋河 哥 吃饭了 哥 快起来吃饭 来 我喂你 吃不下 哥 这可是我亲自 在地下厨为你做的 你就吃一点吧 要不然的话我不是白忙活的 来 我喂你 我自己来 你快躺着 快躺着 你都伤成这样了 怎么自己吃啊 来 我喂你吧 怎么样 吃什么 好吃你就多吃点 真希望就能这样一直在你身边陪着你 看着你 为你烧饭做菜 怎么不吃了 我不想听你在这儿说这些胡话 黄少宁 我为你炒这些菜 油剑刀手都疼死了 为你吃你还不肯吃 你也太过分了 我比你烧烈 孟儿 我知道你对我好 可是我不想你越陷越深 我是没有办法接受你的 好了 我话说完了 走吧 黄晓宁 我恨你 我恨你 黄晓宁 鸯儿 鸯儿 你这是怎么了 谁欺负你了 冲了那个黄晓宁 还能有谁 我好心好意给他做菜 他不但不吃 还说那么难听的话 他欺负人 鸯儿 我不是告诉过你吗 他心里根本就没你 你醒醒吧 我没法醒 我没法醒 鸯儿 你别太固执了 这世上好男人多的是 总有一天你会遇到一个对你好 你又喜欢的男人 我不要 我只爱少宁 要嫁 我也只想嫁给他 他已经有老婆了 我不管 就算是给他做小我也愿意 鸯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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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不到啊 真是 鸯儿怎么居然喜欢上少宁呢 吴妈 你是不是早就知道这回事啊 老夫人 我真糊涂啊 鸯儿都这么大了 我早都应该考虑他的婚姻大事了 我怎么就没看出他的心思呢 难怪他说要一辈子跟着我 原来是想跟少宁在一起 老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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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是我不好 是我没有带好他 让他喜欢上少爷 我真是罪过 不过 我一直在劝他 但劝不住啊 少宁和鸯儿啊 少宁和鸯儿啊 老夫人 我也是顾虑这个 看来啊 得赶紧给他找一个婆家 让他嫁出去 老夫人 我觉得 陈掌柜最合适 你上次提起过我考虑了 这陈文海的家世啊 老夫人 陈掌柜虽然是孤儿 但是现在已经被姑爷收养 姑爷和姑奶奶没儿没女的 将来他们的家产 一定会传给他的 小姐要是嫁给他 不光是吃穿不愁 那我们和姑爷和姑奶奶 那是亲上加亲 将来两家的事业 还能交在一块 那多好啊 你这么一说呀 还真是一门好亲事啊 少爷 你喊我来 文海啊 最近 瑞盛祥的生意怎么样 少爷放心 瑞盛祥的生意很好 是啊 有你打理 我想不放心都难 少爷您给我讲了 来 来 坐 我叫你来 是有件事情想跟你商量 少爷请讲 这个 你觉得 燕儿怎么样 少爷何出此言 你不用担心 我们只不过是随便聊聊 好 燕儿小姐 她挺好的 真心话 真心话 我想把燕儿徐备给你 少爷 不敢不敢 文海不敢 什么敢不敢的 燕儿又不会吃了你 不是 少爷 文海不是那个意思 我是一个下人 燕儿小姐 燕儿小姐是小姐 我配不上她 文海 燕儿呢 是我的妹妹 我只有这一个妹妹 把她嫁给谁呢 我都不放心 只有你 只有嫁给你 我才放心啊 我这可不是在提亲哪 我这是在托你照顾我妹妹啊 谢谢少爷 小姐 老夫人和少爷都觉得这门婚事妥当 少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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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 我 这是什么 这也算是聘礼 就这点聘礼 你还想娶我 少爷 你别着急 我会好好劝燕儿的 吴妈 你不用劝她 强扭的瓜不甜 我不需要她勉强嫁给我 少爷 你别生气 现在燕儿不懂事 妈妈会好的 你千万别怪她 吴妈 你误会我了 我没有怪燕子的意思 但是燕子 我非要吴妈 等我把黄家整个夺下来以后 自然就不用劝 我要她心甘情愿地嫁给我 对了 我答应过秋哥要帮她修房子 不能去啊 我娘不让我去啊 不能去 我不能去 我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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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都不然 你都不然 怎么了 吴京大彩的 有心事 为秋和的事发愁呢 我还以为多大的事 我不是跟你说过吗 只要你对他好一点 他迟早会接受你 不是这事 是我娘 你娘 你娘反对你跟秋和交往 我娘不但反对 我娘还说 如果我再去找秋和 他就不认我这个儿子了 你不知道 我娘是求着我说的 我得听我娘的话 少华 你该不是要 放弃秋和吧 也只能这样了 你就忍心看着秋和他们受苦 秋和她已经不是 皇家的媳妇了 她有权利在嫁 你更有权利跟她在一起 话是这么说 可你不知道我娘 是怎么求我的 我妈妈 就好像每个世之后 你自己看着 我一个人心肯定 都不得不一叹 你得忍心肯定 你不怕不一叹 一个音乐 你不想不了 还有什么好可视的 少华 你真的就忍心看着 白秋和他们一家受苦 为了秋和我可以去死 这就对呀 这才是一个男人 你这样才能让秋和感觉到 他嫁给你是值得 少华 秋和他们母子实在是太苦 我真是看不下去 他们住在那间破屋子里面 根本不适合人住啊 我要是你 我现在就该想想办法 怎么帮他们买一个宅子了 文汉 你说得对 不管怎么说 我得帮秋和先把房子修好 不跟你说了 我去了 快去吧 走啊 咱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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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们